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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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導轉世界 我們先關心天氣 明天到禮拜天 明天是拜四 拜四 拜五 拜六 禮拜 那麼氣溫會慢慢的上升 高溫會超過30度以上 以上是秋老虎的天氣形態 我剛才開車的時候 車上的顯示溫度是28度 台北 中央大學氣象大氣系的教授 吳德榮說 明天到禮拜天 中午的前後紫外線很強 北台灣的高溫 由32度 逐日升到34度 這就是夏天的天氣了 34度 中南部對33度 升高到35度 35度 不過 因為清晨 輻射輻射冷卻的作用 所以各地的最低溫 會在18度到20度 你想想看 吃頂像 如果北部高溫34度 低溫是18度 來回差18 差16度 意思就是說 日夜溫差這麼大 很容易感冒 所以希望大家特別注意 那麼下禮拜一 會有東北風南下 冷空氣不強 只影響兩天 桃園以北會轉涼 新竹以南 這個還是天氣穩定的 影響不大 好 再來就是四五港 都很燙 就對了 另外 今天 台北股市盤中 曾經跌破 16000點 到15978 這個好像是16000保衛戰 那最後呢 是漲了37點 收盤是一萬零 一萬六千零三四八點 新高領域是2129億 外資賣超57億 投信買超24億 自營商賣超12億 中共三大法人是賣超了45億 賣超的量不大 外資賣超只有57億 但是台幣再貶 6.5分 台北外貿市場的成交量 只有6.52億的美金 換句話說 成交量這麼小 但是呢 扁的力量還是很大 那看起來 莊銀行也沒那麼大 那 今天台幣已經跌到32.5 一塊美金幾乎來到三十多塊半的台幣了 今天收是收32.484收盤 那OTC怎麼樣呢 OTC今天啊 是漲2.17點 收211.82點 呃 這個 成交量是 594億 特別股市今天小漲 台幣都去什麼 去餐飲觀光類股 好 那 呃 這個 國外經濟是什麼 我們 這個 常常訪問的 財信傳媒的董事長 謝金河老謝 他今天說 第四季 成 經濟成長率會超過3% 第四季 他說 最近一陣子 大家都在說 啊 出台灣出口衰退 連續出 12個月的出口衰退 他說 這是事實啊 但是因為那是先前的基期太高了 9月份啊 出口388億美金 超過去年的375億美金 有3.4%的正成長 那這個月呢 喔 就是10月份 是3 比去年的399億美金 當然出現衰退的機率就很大 喔 為什麼 因為 去年基期很高嘛 那 他說啊 國民黨的賴士寶啦 曾明宗啦 都在批評 經濟殘兆兆啊 他說啊 台灣 對2019年開始 經濟成長率都超過3% 尤其是武漢肺炎這三年 台灣的經濟實在太好了 2021年 第一季竟然高達9.29% 第二季有7.85% 2021年 全年有6.53% 他說這是難得一見的好成績 那 啊 這個 謝金河說啊 2003年 南韓啊 人均所得 超過台灣1萬美金 韓國贏台灣1萬美金耶 但是 去年台灣啊 正式超越南韓 他說 過去啊 台灣人均的GDP 喔 輸日本很多 但是 去年 也已經獲得了 喔 這個超越南韓 追上日本 他認為 台灣現在要進一步 落實的是 所得分配的問題 喔 那所得分配應該用什麼方法 用税制 來這個調整 喔 謝金河說啊 第三季 今年第三季的 這個經濟成長 美國跟中國一樣 都是4.9% 他說啊到底什麼人比較好 他說看 看一劑不會準嘛 喔 你如果問我 我會說美國好嘛 為什麼 美國是多麼成熟的國家 還有4.9% 喔 中國啊 一直認為自己是開發中國家 不過老實講 中國也不能講 這個開發中了啦 他也算已開發 因為國民所得已經到1萬1 1萬2了嘛 好 那再來 啊 這個大家要留意喔 好消息 因為我們五月不是都去補 所得税嗎 喔 啊現在政府開始退稅囉 喔 中共分三倍 中共會退 三百五十五萬八千金 喔 退稅 退退稅的金額 五百九十一億 換句話說 平均啊 啊 一個退稅案可以退 一萬多塊的台幣 喔 對家庭來講不小補啦 那這個退稅的金額 創歷史上的新高喔 喔 那但是啊 第一倍的退 退稅啊 已經在七月底入障了 你 啊 後頭應該要去 啊 這個刷看看喔 第二倍 退稅 在十月底入障 漲啦 今天去11月出現嘛 喔 漲入障 所以去看看呢 喔 你有退稅嗎 第三倍 退稅 明年的 一月十九入障喔 三百五十五萬多人退稅喔 喔 好 那大家 非常關心喔 就是 總統 逮算的 所謂 藍白河 來 最新的進展 因為10枚喔 朱立倫 侯友宜 柯文哲 喔 10枚半枚啊 欸 這個 他們 啊 深夜密會 喔 深夜密會 那麼 聽說啊 沒有 都沒有結論啦 就 什麼人做總統 真的 什麼人要做婦 沒有結論 喔 沒有結論 好 那 什麼時候還在見面呢 喔 喔 民眾黨的 護秘書長許甫 今天他說 藍白河已經變成 藍白托 昨天晚上 柯諸侯 的會談 侯友宜竟然又端出 民主初選 喔 令人不解 難道每一次見面 只為了約 下一次見面嗎 所以他說麻煩 朱立倫 你 想到 具體 可行 公平的方案 再來 不然 不要再談了 喔 求中的國民人 你拿出一個 具體可行的辦法 詹媚啊 許甫說詹媚啊 三個人說 五十三分精 但是 一切又回到原點 回到原點 無盡點 他說原本以為 啊 對 全民調的占比 哪幾家做 啊 這個 來做 啊 問題有眉目了 結果侯友宜 又端出 民主初選 喔 他說明明就手 他可以用 但是他說 卻要提 BB扣 喔 所以一切又回到原點 沒有進展 許甫認為 藍白啊 旗艦 很大 不樂觀 現在陷入 無限回圈 好 那麼 啊 國民黨啊 從頭到尾 講政黨合作 聯合政府 立委席次 極大化 好 而且說侯友宜願意當副手 那麼 呃 可是 欸 看起來不是這樣 喔 許甫說 未來 藍白河若採行全民調 喔 採取五分民調 喔 輸就輸了 柯文哲願意搭配當副手 但是 柯文哲有絕對的信心 民調一定會贏 至於啊 是否有郭柯 合作的可能 喔 郭台銘 許甫說 已經沒有郭柯配的可能 喔 但可能會尋 2020年的模式 喔 可以推薦 不分區立委人選 好 好 現在看起來破局 喔 欸 這個是 許甫他們黨的 啊 護民署長 那我看今天柯文哲也講 那沒有國民黨沒有提出啊 啊 這個具體的可行的方案 也不用再記名啊 喔 那今天民眾黨的發言人楊寶貞啊 也 這個 在記者會上說 詹媒會談的雙方對於總統人選產生的方式沒有凌聚到共識啊 沒有共識 會中 朱立倫希望再碰面啊 那柯文哲是希望 朱立倫先提出國民黨的方案 若沒有提 啊 可能也不需要再見面了 好 那 呃 這個 另外呢 欸 我們來看啊 趙少康怎麼說 這個趙少康說啊 昨天晚上 喔 欸 這個 他說 啊 藍白其實骨子裡 寸土都不讓 啊 骨子裡 表面上說要讓 私底下大家都不讓 柯文哲說 要公平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法 看似簡單 其實是 故意卡住一切 趙少康說 協商的真正關鍵 還是怎麼決定正副總統人選 雙方 雖然都說 已經退讓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民眾黨仍然堅持民調的底線 國民黨哪怕 喊出可以當副手降低初選的比重 喔 但只要藍影靠著基層的動員力 柯文哲一定輸 所以才說 半罐披霜也是死 說的其實就是柯文哲自己的處境 柯文哲認為 說穿的藍白啊 都說讓步 其實私底下寸土不讓 都說要為國為民 其實想的都是自己的權位 柯文哲說要公平 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法 看似簡單 其實他是要卡住一切 對 那這個 因為 前立委沈富雄 以說 他斷言柯文哲已經決定接受侯柯沛 但是 這個評論員黃偉翰不認為 他說 藍白只有國會可以合 立委都談不攏 總統要怎麼合呢 然後他說 他說 其實藍白的選民 對互相的主將 都已經看不順眼 藍坑的人 早就已經打起來了 下面早就幹起來了 他說他們兩個 柯文哲和何友宜 什麼樣 感情什麼樣 是家偶還是怨偶 他說你看藏人在宜蘭 你就知道了 兩個人 叫做 男兵兵 黃偉翰說 藍營支持者打電話到明代服務處 嗆說 跟柯文哲怎麼合啊 他那麼臭屁 柯文哲也估算 如果當侯友宜的副手 一半的支持者就跑掉了 他說 侯柯跟2004年的連送不一樣 賴清德已經校正了 藍白河就是空 扛扛扛 儘管藍白河新聞密集撲框 但是 和的那一天開始 氣勢會變怎樣啊 很難說 好 那 這個 因為柯文哲特別講 藍白河如果要談 要公開透明 比賽規則要公開透明 要不可以訴諸 密室協商 分贈政治 要不然會失去黨的長期信用 這個人說會怎麼在崩潰呢 為什麼 因為 這個民進黨今天就質疑 他說 柯文哲 朱立倫 侯友宜昨天的業會的場所 是 大增鋼鐵金屬有限公司 那這間公司的黨署長 需要人 就是國民黨的大金主 就是國民黨中央主發會主委 徐宇貞的親弟弟 徐宇貞呢 他做過雲林 复聯會的總幹事跟主委 好 你柯文哲特別講到說 要公開透明 所以 這個今天很多人出來打臉他 說你們10枚 半枚 10點 3個 這個 故意換地點 因為他去用發現料 故意換地點 去加一個大增鋼鐵 這間公司 結果公司的主要人是國民黨的大金主 他們的秀貞的徐宇貞 是國民黨中央主發會主委 是這個 互聯會雲林分會的總幹事跟主委 還有國民黨分任管理部的主委 徐宇貞跟張立善 兩個 好好的 好好的 而且 徐宇貞的 林啟昌 是全國一會的總幹事 大家都知道 農曦幾乎都在 這個 這個 張家 手上 而且啊 他說這個國民黨的大金主 背後 竟然跟林啤好油 抹黑產業鏈有關係 這個跟雲林張家嘛 所以 你們是把替門撩下來 你們上演的是密室政治 柯文哲你怎麼有臉講公開透明 柯文哲是來講 要吃要再抓 好 好那 這個 今天如果說到郭台銘 今天郭台銘去 台北市選委會 送交連署書 郭台銘說 每一份連署書對他來說 都總是鞭策 他會繼續奮勇向前 欸 到底是要算嗎 算 那 我判斷他是不會選的 好 然後這個 郭台銘的發言人黃士修說 數字明天公布 目前已經遠遠超過連署的門檻 而且一定會通過審查 審查大概要30萬分 正式的 合格的 奇怪 怎麼會到明天在公布呢 我也不曉得他在玩什麼把戲 好 好那 這個 因為啊 總統代算看起來 藍白河 誰贈誰負 喬不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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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記名有說啊 說立委席次 要合作 立委席次要合作 要讓他席次最大化 有那麼簡單嗎 喔 來 我討給大家聽喔 欸 國民黨文傳會的主委林寬裕說 兩黨雖然說要國會席次極大化 但各自的政黨票啊 還是要各自努力 彼此競爭 至於幾個提名重疊的區域立委選區 目前雙方並沒有碰觸 誰要不要退選的問題 拜託咧 金普你如果沒在說啊 那麼大家還是要自己拼啊 要吃虎神自己好嗎 然後 啊 這個 國民黨的林寬裕說 現在是 現在還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現階段不存在禮讓的問題 所以我講的嘛 他們講的都是空的嘛 好看而已嘛 然後這邊民眾黨啊 在區域跟原住民立委裡面提了十一席啊 提了十一席 那其中有一個是賴襄齡 嘛 哦 你討論說要拼啊 和國民黨的呂玉玲嘛 你知道呂玉玲很主親嗎 嘛 呂玉玲說啊 啊 最後如果是三腳都 他也是 這個照自己的腳步拼啦 那 賴襄齡說啊 民眾黨提的席次不多 哦 更不可能讓 哦 主席要我們全力以赴 嘿嘿嘿 表面上說大家要一起合作 輸替亞說搶下去搶下去 哦 那那個呂玉玲說什麼 他說 他斬丁切裂說 他絕對不會禮讓 欸 呂玉玲已經做四代了耶 哦 你要叫他禮讓 你不要要他的名哦 對嗎 好 那這個呂 所以 說 國民黨在立委行事要合作 我看是假的 張祺祿這是國民黨 民眾黨拿名的 他說民眾黨 區立委只提11席 如果還要讓 這樣民眾黨就乖問啊 這不合理嘛 所以呢 他當然 也會堅持到底 你知道嗎 這個張祺祿 國民黨是拿什麼人呢 我再看一個 國民黨拿的是 啊 張祺祿 張祺祿他的對手是賴斯堡 哦 台北市第八選區 哦 沒有人要領啊 賴斯堡也不領啊 哦 除非你有賴斯堡去做不分庫嘛 好 國民黨的不分庫 好 好 那這一次選舉 非常重要 因為我看這個小力原心性啊 這位日本 啊 學者 他對台灣的選情 一般來講 判斷都很準 哦 他說這邊 會過關 總統 會掉 但是立委 協議不會過半 哦 那 會過半嗎 哦 這個 他說啊 好 我們來看 分析啊 這邊 民進黨啊 提了69席 啊 區域立委 啊 現在民進黨啊 哎 把它分成啊 三種啊 情況有三種 一種就安全的啊 文貴官呢 有一種是基站的啊 五五坡的 另外一種叫危險的啊 看起來不樂觀的 然後他說 啊 啊 激戰的啊 有14席 那 至少要守住7席啊 這個是啊 立 這個民進黨 能不能過半的關鍵 哦 哎 這個 如果啦 區域立委民進黨選調40席 是安全名單 哦 另外啊 這個 啊 14席是現任立委選區 那因為現任立委都不連任 啊 交給新人 那交給新人啊 現在都呈現激戰 哦 包括啊 嫁人的鄭文庭 宜蘭的陳俊宇 高雄周南的李柏毅 新北中和的吳征 屏東的徐富奎 哦 然後補顯啊 贏的林靖怡 南投的蔡培惠 哦 還有啊 這個 啊 這個 新北的賴品瑜啊 桃園鄭運鵬跟黃士傑 台中的莊敬成 彰化的陳秀寶 哦 啊 民調 現在還在焦灼了 哦 哦 但是啊 啊 這個事情很重要就是說 你如果是啊 啊 安全有40席 你現在高級安全的是40席嘛 那加雄這些基站區 14 14 14席 啊 因為啊 啊 這個民進黨估計 不分區技術有10席 哦 40加7加10就是57 57 就剛好過半 哦 所以呢 要拼 哦 啊 他說啊 社民黨的苗伯雅 還有苗栗的真文學 狀況不錯 狀況不錯 苗伯雅真文學狀況不錯 哦 哦 那這個 另外就是觀察就是啊 南港內湖 哦 因為啊 有無心帶跟高家瑜 哦 啊 這啊 可能啊 這個比較有裂痕 哦 那另外就是 台東的若昆行 哦 聽說劉兆好 啊 也是有情緒啦 哦 大概是這樣 好 那無論以後啊 那是啊 這個賴清德哦 哦 會過關 那麼民進黨 勢必要讓國會過班 那不然會很難苦啊 好 那啊 這個 陸委會主委邱泰山 他今天已經說了 他說 鴻海啊 旗下的富士康 被中國查稅 中國的目的就是 要阻止郭台銘參選 但是我們剛剛說 郭台銘有說 他說他奮勇前進 我感覺他會退選 這我判斷的啦 好 然後 啊 這個 啊 邱泰山是怎麼 怎麼觀察呢 他說啊 查稅這個事情啊 一般來說 一般性查稅 都是啊 什麼新華社人民日報在寫 但是這邊是環球時報 第二 評論者應該是經濟學者 但是這邊的評論者是 是廈門大學的政治學者 齁 所以啊 他說啊 阿公的就是 要郭台銘 退選 齁 但是郭台銘你說 這麼多人對你 那是 給你連署是你的鞭策 那既然這樣 你如果退的話 齁 你要怎麼對他去的別人呢 對他去這些人呢 齁 另外啊 民眾黨想要提 啊 這個 中國籍配偶 徐春英 啊 邱泰山也說了 齁 他說啊 勝選成為 等同公職人員的名義代表之後 就是說你如果贏了 你做部份區的立委 拍謝 你也是要依照國籍法 跟公務人員任用法 出具 放棄國籍的證明文件 你才可以當立委 齁 所以你要證明 你要你這個 退出中國籍齁 齁 那顧立雄今天也說 國安會的秘書長 他講啊 畢竟中國對我們懷有敵意 齁 曾經表示不放棄 以武力併吞台灣 而且也是反滲透法定義下的 境外 敵對勢力 政黨有義務跟責任 要進行查證 並且揭露他跟 中國之間的關係 齁 柯文哲做事 那個理理六六 我想他以前也不問了 問說你有中國集合嗎 齁 齁 那講到 這個 郭台銘 齁 因為 他在連署嘛 結果呢 他 這個 有人啊 用錢去換嘛 齁 連署一分 可以拿兩百 三百 四百 現在已經有十五個被告 在押了 今天還有一個 喔 中華統一促進黨的副主席 諸聯邦的大佬 鍾奎 齁 這個 用三百塊換民眾的連署 幫郭台銘連署 那今天啊 六十萬交保 齁 其他還有很多人啦齁 這個就不一一念 齁 所以到底 連署的純度怎麼樣 這個 啊 啊 會有人挑戰的 齁 齁 那 這個 中國啊 介入選舉 齁 說實在 人 齁 齁 台灣人啊 要看有齁 齁 台灣經濟民主聯合 齁 也就是所謂的精明聯 齁 這個 還記不記得我們訪問過 賴宗強律師齁 賴宗強律師今天開記者會 他說啊 啊 在我們台商不是在中國有投資 嗎 所以呢 這個共產黨就把它組成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儀會 潛稱台氣聯 說起來這台氣聯 後面都是共產黨控制條的 結果呢 台氣聯就去策動 十家中國航空公司 推出台胞返箱機票優惠 意圖介入選舉 他說這不只違反公平法呢 這也偏離市場的行情 喔 有夠俗的啦 喔 而且遠超過我們啊 這個查記會選的門檻 喔 他特別呼籲華航長榮 你不可以去參加台氣聯這個喔 喔 也有說團購機票方案 那中國這十家航空公司推出了什麼 喔 這太有默契了嘛 哪有可能 台商叫上黨 喔 他們推了一個叫台胞啊 緩鄉 團購機票方案 喔 欸 你若是 啊 這個 在投票日前 喔 買反台機票優惠 而且可以搭配購買 反台 投票之後 啊 過年再可以再回來的優惠機票 喔 你可以回那兩邊就對了 喔 啊 那多少 所以 說王韓的票價才五千二 最便宜五千二 最貴的是八千八百六 喔 最便宜的五千兩百七 有夠秀耶 喔 好 這 很看起來很明顯 喔 就是要介入台灣選舉 喔 但是台商 台商回來的感情都一定拿的 好 那 這個 賴清德的副手會是誰呢 喔 欸 今天啦 被認為是賴清德子弟兵的民進黨立委郭國文今天說 他說 賴清德社會任東都很高 喔 可能是 賴清德列為首要人選的主因之一 喔 因為賴清德有說 說 他的副手啊 現在 有你考慮的 有6的 因為都有人推薦嘛 有小米琴 啊 鄭麗君 還有科技界 也有文化界喔 喔 那女性居多 男性比較少喔 喔 那 登記前 他會公佈喔 因為他會先公佈不分區名單 那 這個 啊 陳其邁今天也 非常稱讚 賴清 說他是副總統的很好的人選 我的感覺是 啊 小米琴他可以回來做副總統 啊 跟齋伯喔 啊 八年後 喔 可以讓他選總統 啊 我覺得他就是那種 對台灣非常犧牲奉獻 喔 外語能力又好 啊 這個外表也很好 那橘子得宜 喔 有過很好的政治歷練 啊 願意為台灣 堅持台灣的價值 喔 你看看他去 花蓮增電多久呢 喔 啊 這個還沒嫁 還沒生 喔 可以講說就是把他貢獻給台灣啦 喔 啊 台灣小會對他的接受度很高 喔 都很感謝他對台灣的付出 聽說他就是 美國啊 做 啊 做美代表做得很好 美國人對他很佩服 也很喜歡他 喔 好 那麼啊 講到不分區 國民黨中相會 啊 講啊 他們的不分區名單 喔 要順延一個禮拜 欸 是不是有可能 他們現在你補那個藍白盒啊 啊 所以現在要再無法公佈 啊 部分區 喔 要再延一個禮拜 喔 好 剛剛講到 柯文哲想提 徐春英 這個啊 中國籍的配偶 當他們的不分區 你知道部分區代表什麼 代表動 代表動的意識形態 動的立場 喔 喔 啊 你知道阿強是怎麼對台灣的 剛才有故例是有說的 阿強是要要併吞台灣的 他們對台灣是絕對的敵意的 所以我們這樣可以不太誠意的 喔 喔 我們是要對他多好 喔 喔 那麼 啊 這個 講到柯文哲 喔 欸 你還會記得說 柯文哲去 那些 阿強啊 推銷悠遊卡嗎 我說 阿強啊 我推銷悠遊卡 幹嘛呢 喔 喔 那時候啊 欸 特別說他坐經濟艙 喔 你知道 這樣去一邊 啊 住兩三枚 要花多少嗎 結果好過什麼 喔 欸 這個 好過是 啊 當時啊 說什麼 刷卡滿千 要送兩百優有優有付現金回饋券 喔 結果啊 現在喔 國民黨的議員 中佩軍公啊 夾借啊 喔 到現在夾借二十二萬 喔 營收只有四千四百七十五塊 那五千塊都沒有 喔 講實在啦 喔 欸 接下來拿公款亂來啦 喔 達到宣傳的目的了 達到他宣傳的目的 好 那今天啦 吳英寧啊 喔 這個要選彰化的立委的吳英寧 喔 今天也發文章 他說啊 柯文哲在二零一五年 喔 夾借台北市長的時候 不去 中華客酒 中華客酒就是他們的故鄉啦 吳勝跟吳英寧的故鄉 參觀那些文創據點 結果他去一間路線裡面 那點裡面有放米 喔 柯文哲把米拿起來 啊 一包米 說摳自己的頭殼 說啊 哇米怎麼這麼重 米怎麼是重的 喔 工作人員 都跟他說啊 因為這米是真空包裝 所以才會是硬的 喔 但是他說柯文哲聽都沒想要聽 啊 呢 東張西望喔 喔 然後呢 農民啊 幫柯文哲去 拜訪吳英寧的爸爸吳勝 吳英寧說 我們爸爸吳勝啊 吳東西 恰秋風的鄉頂有黃勝路 特別為他介紹農民啊 為了柯文哲買來 所煮的鹹煤 喔 那是用這個生態種植的 啊 上水米 煮起來的賣 啊 裡面還有雞子 有養菜 有菜脯 有這個小黃瓜 啊 有金粿 有這個鎮頭 喔 結果啊 他跟他說這都是 啊 這個 財政農民政的 但是柯文哲只顧他吃而已 喔 顧吃他的 根本就不在聽人說 他說 當時啊 柯文哲要請 現在他的老爺吳勝 做台北市政府的顧問 他老爺直接就他割記者了 喔 2017年吳因寧正式 投履歷 喔 北農總經理嘛 結果柯文哲跟他面試 然後台北市政府投票 決定通過他的 啊 任命 讓他當北農總經理 但是想不到 柯文哲對我的時候 竟然說這是農委會 塞來的人 齁 你看外外白賊 啊 他說柯文哲最近去批評 農民保险 實際上柯文哲和農業保险 農民保险 他農總分不清楚 喔 他說啊 那就是他啦 那就是柯文哲啦 他根本就無心 要理解農村跟農民啦 他不跟農民放在咱來啦 齁 齁 那這個啊 加拿大政府 加拿大政府 不准用TTAC 抖音啊 不准用微信 WeChat 不准用 啊 這個 防堵軟體 卡巴斯基 啊 卡巴斯基就是俄羅斯發明的 喔 而且他說這個命令即可生效 喔 為什麼 因為他說 那個隱私安全 構成了加拿大無法接受的風險 好 那 另外呢 啊 我們再來看喔 因為 現在這裡黃岩島 喔 中國的戰艦和菲律賓的戰艦 現在在對峙 那日本啊 怕算 今天 今天日本共同社說 日本要向菲律賓提供 海岸監視雷達 來因應解放軍的海上活動 而且日本要跟菲律賓簽 互惠準入協定 啊 就是說你的戰艦可以來我這裡 我的戰艦可以去你那裡 啊 自由進出 喔 那這樣 菲律賓就和美國 和歐洲 和英國和日本 啊 簽了啊 互惠準入協定 說起來了喔 這未來 這不是說未來 現在就是啊 英國 歐洲 日本 美國 福利賓 都是我們最重要的盟方 喔 這些啊 真的啊 阿共要打不太簡單 因為這些都會 都會進來啦 喔 來 那麼啊 我們來看李克強 喔 這個 啊 因為今天啊 流亡 美國的中國前媒體人 趙蘭健 喔 今天說 他接獲爆料 李克強是被 上海武警總司令 成員 負責抄盤 毒殺的 喔 他逃 逃逃 逃逃 他說他想不出一個人 到底有多邪惡 為自己的升官發財 使出這麼罪惡的手段 趙蘭健啊 喔 這個他揭發說 李克強被拉進曙光醫院的時候 其實已經死了 10月26號的下午 他 在 一 曙光醫院搶救的時候 那麼 消息已經在社群平台 平台上流傳了 他下午2點 26號下午2點就死了 喔 欸 這個我們還記得新京報說 晚上7點的時候 寫出他的死因 事實上他下午2點就死了 然後說什麼 搶救到27號的凌晨 然後 他說李克強是被毒死的 喔 另外呢我們看喔 這個 新華社 新華社的退休的記者 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叫顧萬明 啊 他今天寫了一份陳情書 他說 要求 立刻 調查 李克強 猝死的原因 啊 查清真相 不應該倉促安排 遺體火化 否則會影響中國共產黨 跟中國的國家形象 那麼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 跟德國之聲說 中國將不辦公開追悼會 德國之聲還說 到現在 中國官方 辭未公佈 智商委員會名單 這跟江澤民去世後的情形 很不一樣 因為江澤民2022年去世的時候 智商委員會的名單 新華社當天就公佈了 啊 這個委員會發布了三份公告 而且宣布了啊 這個江澤民追悼的活動 啊 那麼德國之聲說 李克強的喪事 按照中共的指示是要重檢 不開追悼會 然後不邀請 北京以外的中共幹部 不邀請中國駐中國的死節 不安排外國人參加 啊 那這顧萬平啊 提出的四項要求 一 立刻停止李克強遺體的火化 啊 死因調查 調查清楚以前 不能夠啊 遺體火化 二 立即成立中共黨中央 中國國務院聯合調查組 對李克強在上海一天就突然死亡 進行調查 查清真相 三 立即對李克強同志的遺體 進行解剖 啊 所有 在李克強死後 做虛弄假的 要付黨 黨紀跟 法律責任 啊 最後是 要求 欸 這個 李克強死後不開追悼會 這樣的規格 這樣的活動 啊 說不行 李克強是正國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啊 還有他在改革開放民護國強做出貢獻 啊 這個不給他這個追悼 是不對的 好 好囉 那 今天啊 網路上已經傳出來 李克強的靈堂 這個靈堂啊 網路上的中國網友說 怎麼會這樣 很簡陋 很簡陋 那麼 這個 只有擺放遺照還有一些黃白的花束 上頭的黑部寫著 沉痛悼念 克強同志 靈堂佈置很簡單啊 好 那 有些人猜說 這會不會是在李克強家裡面的靈堂 他說那個靈堂啊 比 這個 一個村的書記 還要 還要 簡陋 那麼 現在 中國中央啊 共產黨中央已經講 明天 11月2號 就要把李克強火化了 好 那 呃 另外呢 我們來看喔 這個 呃 尾巴衝突之後 現在中央蠻緊張嘛 那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說 沙烏地阿拉伯是個軍人啊 在夜門接壤的地方 戰鬥中死亡 好 那所以啊 沙烏地阿拉伯的軍隊也進入了加強 啊 戰備狀態 那 夜門啊 叫做 福塞武裝組織 他們 朝以色列發射了4枚飛彈還有15架無人機 那據說全部被美國驅逐艦攔截啊 然後 啊 現在大家擔心的就是說 哇那這個戰爭會不會擴大啊 不過看是應該是還好啦 啊 然後我們再看啊 這個 啊 今天啊 啊 世界大賽 啊 MLB 是這個 啊 棒球 職棒大聯盟啊 現在已經進入到 啊 這個 是打打的市場了 今天啊 尤其兵 打贏了 尤其兵 以 11比7 擊敗了 翔尾蛇隊 在世界大賽中 取得 三勝一敗的 聽牌 因為七戰四勝嘛 啊 七戰四勝 所以只要再贏一場 那這個 尤其兵就贏了 德州的尤其兵 好 那麼啊 另外呢 是 如果你常常坐高鐵 記得喔 現在買高鐵的 找鳥票 因為找鳥票 有優惠 找起的蟲兒 找起的鳥兒 有蟲吃 啊 欸 如果你要去買這個高鐵的 找鳥優惠票 要記得要帶證件喔 喔 高鐵掌算簿 最12月切一開始 你啊 這個去買找鳥票的話 你要帶身份證 或者是健保卡 或者是駕照 提供查驗 如果啦 你沒有合格的證件 那麼 你必須要 無一無票 乘車規定補票 而且要加收 你已經 乘區間票價的 五十趴 好 這是一個 生活上啊 這個 重要的改變喔 欸 另外就是 跟大家報告喔 這個是 中央研究院的資料 這很有趣喔 他說啊 欸 台灣啊 台北市 台北市 呃 現在 呃 這個 30到34歲 呃 都還沒有結婚的 竟然有55% 55.8% 呃 55.5%啦 呃 那麼 男生呢 男生有 68.6 呃 哇 這個很高呢 呃 超過一半的人 30到34歲 都還沒有結婚 女性的初婚年齡是32.3% 男性是34.1% 以前的人20歲 都娶了 現在的人30幾歲還沒娶了 啊 另外是 啊 這個 啊 這個 中央研究院啊 社會學研究所 啊 這個 這個去年的調查 說 已婚的女人比未婚的女人快樂嗎 啊 已婚的女人比未婚的女人快樂嗎 結果 不同意的高達百分之六十二點一 那不怪現在的年輕人不肌不肌不肌 啊 已婚的女人比未婚的女人快樂嗎 六十二點一 不同意 那已婚的男人比未婚的男人快樂嗎 好 五十六點一 不同意 欸 看起來 大家都認為已婚好像比較不快樂呢 然後接受同居不結婚的比例 好 現在高達百分之六十三點八 就六十四趴啦 好 就是說我可以同居 但是我不要結婚 大家現在看起來是非常害怕不結婚 所以很多人都說沒關係啦 你不結婚沒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生孩子喔 要把他帶回來 這個小 這個很希望有小孩 好 感謝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